先问一下大家 你用的第一台骁龙处理器的手机是什么型号 可以评论或弹幕一下 前几年骁龙810和820发热翻车 火龙这词算是被叫开了 但后续835一代神优也减弱了大家对于火龙的认知 虽然845到865并没有继承835的意志 但至少它没有大面积翻车 发热表现也还好 时隔多年随着888的发布 火龙重现人间 而且还是长期活跃在了2021 最新的骁龙8也并没有改善88的现状 反而在我们的前期测试中 发热和功耗上更上了一层楼 截至2022春节前 我们集齐了最新的5款骁龙8的手机 翻车的事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但每家都说自己是驯龙高手 那一定要在他们之中选一个将军的话 是谁呢 而且在明年夏天 你将会用到什么样的性能手机呢 我们都为大家做了全面实测 hello大家好我是方九 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 提前说明 处理器横屏是偏极客向的 自然会有不少极限测试 而且手机不止处理器 还有影像屏幕等很多配置 大家按需观看即可 这次除了5款新机 我们还拉出了88plus 麒麟9000和A15 以及被迫神油865 首先理论跑分 Gibbench 5将9台手机系统全部更到最新 连接PowerZ再跑一遍 同时为了更接近SoC的实际功耗 我们这次特意将屏幕亮度调节为1米特左右 结果上 几款骁龙8的新机成绩差距还是非常大的 跑分王子 iQoo 9 Pro最高 单核1262 东核高达3912 单核性能释放最低的是小米12 Pro 约1178 东核释放最弱的是1加10 Pro 约3514 调度保守 甚至不如888 这里看CPU部分和我们初期那些测试基本一致 小龙8CPU提升几乎可以忽略补计和828 709000同一级别 和A15依旧有着不可逾越的代差 我们对比一下865 多核性能提升最高约15.8% 不同机型中最低提升仅为4% 这连CPU的牙膏盖都没有打开 只能等下载表现了 GPU上 SANIMAC WIDELIFE 极款手机大差不差最高10403 GPU性能确实暴涨 相比于88 Plus提升了约76% 相比于865三年总计涨幅176% GPU极限性能已经大幅领先709000了 和A15满血版相比也有不到10%的差距了 当然这是极致释放情况下 但这里还是要多说一下 CPU和GPU你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为领导和下属的关系 CPU负责整机的统筹管理 性能越强 整体的加载速度和反应速度就越快 更不容易出现卡顿 GPU则只是图形处理器 影响我们手机日常体验的 除了系统ICU化 更底层的就是CPU性能了 然而骁龙联系两代CPU性能挤压高 这也解释为什么现在你用865和骁龙8的机型 在日常体验上并不会感受到什么太大差距了 甚至于发热实际体验上 865反而还体验个好一点 所以单纯的提升GPU性能 除了应对跑分和极限游戏 日常体验实际意义真的不大 后面我们还会详细展开 OK 经过了一个月左右的量产机型优化之后 各家的骁龙8目前的功耗表现怎么样了呢 实测Gaybench 5 单核功耗 小米最低整机平均2.97W GT2 Pro略高 3.59W 高于888的小米11 当然这都不是重点 865和骁龙9000 两者同为A77大壳 功耗基本一致 都非常低 865仅为2.21W 骁龙的大壳频率更高 一些约为2.34W 吊打888和骁龙8的机型 但换算成能效比 A15依旧大副领先 骁龙8和888的最好成绩 也不如骁龙865和骁龙9000 多核功耗上 MOTO非常离谱 整机平均达到了7.63W 分数最低最保守的 1加10 Pro也有6.17W 不低于888的小米11 相比于865也高了几1W 在换算中能效比 88和骁龙8大差不差 从865发展到骁龙8 性能提升不大 但功耗却一直攀升 而且能效比下降 大家可以把很迷两个字 打在公屏上 现在你轻度使用865 功耗低 发热自然更低 这也就解释了 为什么888和骁龙8 日常使用比865要更热了 GPU上 小龙8性能强的同时 功耗也非常高 整机平均10W加 应该算是目前功耗最高的 手机SoC了 换算中能效比的话 小龙8确实还有一定提升 要高于88 Plus 但也基本持平865 经过三点的演进 能效可以说是又回到了起点 最后连续20轮3DMark压力测试 首发调度激进的MOTO 第三轮就开始降频 但功耗依旧很高 5.8亿瓦 疯狂的iQ更是达到了10.3W 而且依旧出现了性能下降 我们反观865 则是全程一条直线 没有任何降频 同时功耗仅为3.79W 功耗高也就意味着发热高 iQ机身高达55.62度 其他几款降频的小龙8 基本都控制在了50度以下 MOTO更新调度策略之后 想必以后也降不到60度的小龙8了 不用逼着我们上铁手了 Rod88 Plus机身最高46.90度 发热最低的还是865 仅为42.62度 满选运性能有这个表现 大家可以把神优两个字打在公屏上 但相对的也确实不可否认 骁龙8的极限图形性能要更强了不少 OK 所有纸面环节总结一下 骁龙8 CPU性能几下高 GPU提升不少 除性能之外 功耗能效比和发热 几乎全面落后3天前的骁龙865 且都被A15吊打 甚至部分还不如709000 目前测试了接近5款骁龙8的近10台手机 基本上我们可以排除个体差异 总结就是G88之后继续翻车 当然我们还是要说 手机不止处理器 处理器也不止CPU和GPU 还有很多外围配置 比如AI性能 ISP 网络配置 连接配置等等等等 纵使865表现再好 你现在在养厂商用865或870做顶级大旗舰 那也是不可能的事了 因为很多外围配置 865已经跟不上时代了 就比如影像方面 OK 纸上谈评说了不少了 来看一下落地实测 海量测试 海量数据 记得三连电载 我们还是从低到高一步一步来 低负载王者高清60帧 肯定全部满帧 着重看功耗 表现最好的骁龙8也有2.92瓦 基本持平888 但19和865有着比较大的差距 麒麟和A15 两者则是在低功耗控制上的天花板了 中复载和冰冰90帧也是全共满帧 骁龙8最高5.44瓦 调教最低的一加也有4.49瓦 但还是不如888 Plus和865 也依旧被麒麟吊打 因为大众使用手机 大多数还是中低负载 这里的中低功耗 其实很大程度上 也就代表了手机的基础续航水平 高复载原神 在新版原神适配骁龙8之后 画质有提升了 这里要着重注意 有之前的640或者720P 都提升到了800P左右 原本GT模式调度最为激进的realme 也出现了调帧的情况 平均57帧 A15和88 Plus持平 注意前方高能 另外4款骁龙8 甚至不如骁龙865 大家可以把大无语三个字 再打在公屏上 回想一下 骁龙8强悍的GPU性能 除了保分 到现在究竟还有什么实际作用 与帧率都不一样 直接看能效比 A15持续霸网 骁龙8能效比最好的一加 也仅基本持平865 不如调效不错的88 Plus和709000 在发热方面 一加10 Pro帧率最低 自然发热量也低 44.940度 其中帧率最高的是GT2 Pro 它发热高可以理解 但是iQOO、Moto和小米 三款骁龙8帧率低的同时 发热也非常高 谁也驯服不了这条龙 当然前面这些数据 都是在数据库标准的 25度环境下测试出来的 OK 重头戏来了 为了增加测试压力 我们将数据间的温度 提升到了30摄氏度 测试过程确实比较难受 提前了几个月 帮你模拟了一下 今天夏天 你用到的这些旗舰机 将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够用心了吧 ROMI变化最大 25度的环境 21分钟才出现大幅度的掉帧 但是到了30度环境 就提前到了第10分钟 且后续掉帧严重 平均51帧 其余四款也都有一定的跌幅 平均不足50帧 依旧不敌865 能象比上 五款骁龙8 占据倒数五名的位置 很想知道 夏天如果真的来了 厂商会推送什么限制版本 比较意外的是 iPhone荣耀和P50 Pro 竟然没什么变化 平均帧率两个环境下 也几乎一致 只是部分机型 机身的温度 提升了22度左右 表现不错 反观骁龙8 各家温控策略非常严格 高温下可以说是游戏性能 全面后退 30度的环境下 发热所真的时间提前 情况也更为严重 综合帧率功耗发热 骁龙8确实处于垫底 没有GT2 Pro 还在苦苦支撑 也是靠高发热换来的 落地实测总监 骁龙8虽然在理论环节部分 有一定提升 但是两个温度标准下 四个游戏场景下 现在的情况 反正是几乎全面落后88 Plus 之前因为机型有限 没办法做全面的对比测试 那么现在我们回到最开头的问题 在这些机型中 非要找一个将军的话 大家可以把 真的没有四个字打在公平上 不过也能看到 厂商也确实绞尽脑汁了 加大电池 堆料散热 降化质 降亮度 最熟悉的还是锁帧大发号 在高负载测试环节 iQOO可以打开帧率优先 降低分辨率 获得更好的帧率表现 小米默认也是降低分辨率 但是帧率确实要更好一些 需要在游戏模式里边打开高画质选项 才能达到更高的分辨率 当然前面我们全部都是统一了标准 都是使用最高画质进行测试的 OK 锁帧和降分辨率 我们以前都讲过很多次了 你也都非常熟悉 但是有一个 降亮度这件事情 你可能听的并不多 之前提的比较多的可能就是苹果了 但我们大规模实测之后 其实并不然 提前说明根据系统版本不同 手机型号不同 和你看到这期视频的实践不同 后面的实测可能会和你手里的手机会有些许差别 实测的机型和版本号 我们在这里给大家打出来 第一部分 常用APP降亮度的情况 我们实测了8款机型7个常用的APP 在相侧与纯白底将亮度调节到350尼特 然后逐个APP测试 首先统一关闭自动亮度 数据库标准的25度环境温 首先是相机界面对准纯白背景 机体降亮度 Moto最高也就到了230尼特 其他基本在150-170尼特 这亮度降的还是非常明显的 B站APP 小米和RUMI都是350尼特没变 iQ最低到了283尼特左右 另外几款也都有7位降亮度的情况 后续某宝某银和微博 小米和iQ都出现了一些比较大幅度的降亮度情况 iQ两款APP最低到了242尼特左右 情况算是比较严重了 我们详细测出了一个表格 你可以暂停查看 不管什么策略什么原因吧 反正情况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了 游戏降亮度也是由来已久了 王总要降亮度的比例各不相同 不过iQ依旧是最狠的 最低到了210尼特左右 其次华为Moto和iPhone 都有比较大幅度的降亮度情况 在和平均上 不知道是不是传统好了 大家比较一致 都在280尼特左右 iQ降了多一些到了228尼特左右 我们将所有机型降亮度的情况进行合计 iQ1655尼特的总成绩拿到了倒数第一 其次是小米12 Pro 1848尼特 其中最老实的品牌 反而是之前娱乐图路跑分好像有点不太老实的周密 全部实测除了相机 基本没有出现降亮度的情况 相机方面大家集中降亮度 可能是有测光方面的考量吧 在降亮度测试图中也发现了一些比较奇怪的事 就是相册纯摆底 所有手机都是不降亮度 切换到具体APP的时候 这亮度是缓慢梯度下降 一两尼特一两尼特的 我们切换到相册 这亮度又会自己缓慢回升 你要是不仔细观察或者说用这个亮度计的话 真的很难发现这个猫腻 大家在日常使用中 这种缓慢的降亮度机制 其实也比较难察觉 这也不是什么某家的个别行为 是整个机圈的普遍现象 只是有好有坏而已 主观觉得这也是厂商实在没办法 为了续航和发热做出的背地小动作了 游戏发热降亮度的情况就更为严重了 直接影响了用户的体验 但你看了上边的骁龙8实测表现 其实也多少能够理解一点了 我们使用可以精准控温的加热台 实测了一下手机发热降亮度的情况 还是要提醒一下 这是一个实验测试 现实中应该不会有人在这种环境下用手机 加热台调到70摄热度恒温 将手机冷却常温 统一初始亮度等条件后 放置在加热台上 其中iPhone最快5分钟就开始降亮度了 直接下降到了94L 降伏66.2% 但此时机身正面温度为41.32度 相比于华为和安卓机型 这个温库预值确实有些低 当然这只是正面温度 这个处于加热的背面温度肯定要更高的 查看了一下续航模型里面 13 Pro Max的温升曲线 iPhone可能从王者荣耀结束 进入到和平精英的环节 很快就会出现降亮度的行为 其次是华为 iQOO 荣耀 Realme等机型 正面在46度左右 降亮度的预值要更高一些 能够比较长时间的维持高亮 体验会稍好一些 别急啊 刚才只是第一轮降 过了几分钟还有第二轮降亮度 最低的iQOO也有46.9时度 小米最高51.5时度 到这个温度 目前的这几款机型 日常使用中已经很难达到了 当然对原神的极限测试 你就可能会碰到二次强亮度的情况 我们也汇总了这张表格 大家可以暂停查看 温度继续升高 荣耀在50时度的时候 屏幕亮度会直接降到42L 是所有手机中最低值 但是荣耀在目前数据库的 所有测试机型中 包括原神和光明山脉的极限测试 机身温度最高都要低于50摄氏度 考虑到背面的温度更高 所以降到42L这种极限情况 你在日常中几乎不会碰到 最后结合一下实际情况 iPhone是目前8台手机 游戏降量度最为严重的 其次是iQOO和荣耀 相对容易出现二次降量度的情况 游戏设置白色界面100L加 已经很难完全看清了 严重影响游戏体验 降量度是普遍现象 日常使用严重的是iQOO 其次是小米 游戏比较严重的是iPhone 其次是iQOO和荣耀 不过系统降量度的出发点 肯定是功耗和发热方面的 综合考量结果 但是过分的降量度和过低的温控预值 就有些耍流氓了 老老实实做好发热 真的是比啥都强 不过话也说回来 某人真的不太想让大家好好做 关于这种大面积的降量度情况 我们在现在的测试之中 确实还做不到 边测试边检测 然后边调整亮度 确实还没有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 就是希望后面大家把散热做得更好 虽然骁龙8CPU挤压高 GPU性能暴涨 前期觉得这不管怎么着 理论确实有提升 但经过这么多台手机 这么长时间的测试 实际上骁龙8的GPU大幅升级 没啥实际意义 我们再看一组数据 但是这样可能不是特别严谨 大家就当一个参考 骁龙865原神GPU利用率78.5% GPU峰值性能3764 实际用到约2954 RAW88 Plus原神GPU利用率77.3% 峰值性能5915 实际用到了约4572 你看着好像都是70% 但是它们的极限性能是不一样的 IQO骁龙8GPU峰值性能10174 实际用到了约7569 目前极限原神下 三款SoC的GPU利用率 基本都是77%左右 你看着好像都差不多 但它们的GPU峰值性能是不一样的 实际性能使用再逐渐增加 有了以上这些数据 我们来简单换算一下使用效率 可能不是那么严谨 还是依旧单个参考 同一个游戏 865没跑出一帧需要57.4分 骁龙888需要84.2分 到了骁龙8却要154.2分了 虽然这晚内SoC也在逐渐升级 但是工作效率却在逐渐下降 为啥呢 我们找找原因 首先看CPU的表现 骁龙865约40.7% 88Plus约39.1% 骁龙8约为36.8% 大家利用率也都不到一半 那么CPU并不是限制SoC性能发挥的最终原因 也就是说从骁龙865开始 跑原神这CPU是够够的了 甚至你可以说它是性能过剩 那么最后剩下的原因其实就是发热了 当然这里的理由也有很多 比如说三星的工艺问题 导致发热的最直接原因就是功耗太高 888和骁龙8火龙已经人尽皆知了 我们查看一下CPU的运行曲线 iQOO Pro为了控制发热方法简单粗暴 直接关闭X2大核心 中小核心利用率也大幅下降 功耗降低 发热自然也就控制住了 但是强制降频的结果大家也都知道 帧率直接减慢 甚至跌到了20多帧 这游戏也瞬间卡成PPT了 当然这是目前不锁针的表现 还有另外一种方法 就是慢慢降频锁针 另外通过这期视频 我们也算侧面证实了一个问题 小龙妈GPU性能确实暴涨 跑分看起来数据还挺高的 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用处吗 打基本没用 小龙旗舰平台至此已经持续两年开到车了 实际体验也连续两年被麒麟吊胆 麒麟处理器在2022 你可以说它是前年发布的处理器了 国内高端产品基本被小龙占据 我们非常期待年后天机9000的实际表现如何 老话说事不过三 希望小龙的8G2能改变一下这个现状 虽然春节后可能会有更好的散热技术出现 但总体上对于小龙妈来说 我们主观并不抱太高的期望 确实没办法 谁让全球手机芯片市场就这么几家呢 说到底吧 我们还是希望国内能够重视芯片技术的发展 希望麒麟能够解禁 当然我知道任重道远还需要很多年 但是如果我们不做 我们自己的高端产品几乎是永远没有什么机会的 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 第二好的时间就是现在 OK 如果觉得这期视频对你产生了一点的帮助 记得在下方给我们点个赞 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特别感谢 最后小白测评祝大家新春快乐 如果在新的一年你有什么想实现的 可以点击左下角的喜悦灯 留下你的愿望吧 更多点和精彩 大家在全网搜索关注小白测评 2022年春节过后的这波新机 我们也会持续测试 大家持续关注即可 我关键底下 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